现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非传统模板的优质施工程序。 发展商用非传统模板时去向工程师说明要求,以便在设计上做出相应的配合。 外墙及楼面要减少复杂的设计,要减少收强次数及采用单边缩尺寸。 出标的时候要冻结图纸的尺寸。 施工前一定要组装模板样板Trial Panel,以确保日后施工顺利。 要确保承托模板的混凝土面水平正确,并提供清晰、准确的墨线。 组装前,模板要清浆并上模板油。 供有虚案图纸组装并做好蜂蜜模板缝隙工序,以避免漏浆。 胶筑混凝土前,款工要复合模板的平整、垂直及稳固性。 而胶筑完成后,要留意拆顶的时间,未够日子不可以拆顶。 为减低胶筑混凝土时对模板的撞击力, 泵管必须收紧在混凝土墙身或柱头上,并用活动铁支架承托。 组装钢模板时,要确保所有扣码及配件都已收紧,而模板必须平整、垂直、对曲。 使用台模板时,要注意上模板方法及钓远安全,要有足够空间运送。 使用爬升模板,要确保收紧爬轨的Cass-in-Boat及位置正确。 而爬升时,工作台只容许工作人员停留及监察各台千斤顶可以同步操作。 爬升模板和滑模板,必要小心处理厚紧楼面与墙身的接拨位方法,必须经工程师批准。 滑爬模板在升模前,必须将双开门打开,避开混凝土突出部分。 旅模板送往工地前,要编好货运记号,Package List。 施工前要有系统的编好安装的次序,Numbering System。 以确保组装程序顺利进行。 使用预制箭时,要注意运输、储存及起跳安全。 接拨位的设计要防止渗漏。 混合模板要留意由不同模板组合而成的接拨位,要按照批准图纸施工。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。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,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。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,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。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